頭戴帽子和口罩的黑衣男子 躺在單架上 被醫護人員圍起來 接著又被警方 靠上手銬身體也被固定住 原來在5分鐘前 他持刀攻擊前女友 先生 我跟你講 你剛有持刀有傷人自殺行為 我現在依法對你實施管束 被壓在地的嫌犯大友來頭 曾是金曲歌手謝正廷 最佳新人獎 得獎的是 謝正廷 曾獲第27屆金曲獎最佳新人 歌手謝正廷唱作俱佳 過去是新光邦成員 謝正廷和楊宗偉 林宥嘉是同班同學 當年年紀輕輕就爆紅 沒想到卻傳出石刀傷人案 有聽到是糾糾紛 我們是有聽到 很誕生的救助車身 是有看到女生在哭 事發在5號上午10點多 台北松山區八德路上 謝正廷當下疑似有吞藥 精神恍惚 不滿前女友要退租搬家 雙方就在棋樓爆發口角 謝正廷持水果刀試圖傷人 因為情緒激動遭保全壓制 人被送往醫院治療 謝正廷在兩年前就爆出買賣糾紛 糟糕賣的限量吉他不是原版 這回又恐嚇舊愛 還在街頭亮出水果刀 昔日新光邦男星 負面形象再添一筆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